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上台一年多 已經進行過兩次長程火箭試射 加上今次的核試 有學者相信面對美國和南韓新政府就職 金正恩希望藉此建立威望 加強金家政權認受性 你見到去年12月當北韓進行第二次試射之後 這幾年兩月之間北韓在官方媒體上 都不斷利用官方成功發射導彈衛生 去做一個國家的宣傳 就說我們國家已經是一個很強盛的目標 已經成功發射了第一次衛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這些是有助於國家去見大於它一個很重要的向心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今次成功核試之後 我也相信金正恩都會充分利用這個成功的案例 去助長它建立更大的威信 鍾羅偉認為核試明顯是要向美國示威 並將北韓被受國際制裁的責任全部歸咎於美國 外界上面都會有一種觀望 就認為會不會有機會奧巴馬和克里的配搭 能夠令到朝鮮半島有一個比較和緩的情況 你現在在奧巴馬上任無奈就進行第三次核試 我相信這個是會令到奧巴馬政府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擔心 就是怎樣去處理這個危機呢 究竟會不會用以往的製作措施去做呢 還是會用一些新的方式去做呢 這個是對外國一個很明顯的考慮 鍾羅偉認為過去國際對北韓制裁的成效不大 核試成功之後 北韓是否還願意重返談判桌 要視乎中國是否會收緊給北韓的外貿資金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子黃不道